上回书咱说了 粉面如来洒度 本想恳求方丈 大发慈悲 派人找水不凉山的人 报仇血恨 没想到碰了南墙 正在伤心难过的时候 遇上四当家的 金筛罗汉怪达摩 一空合成 这合成可厉害 而且满横无理 少林寺上上下下一两千人 没有不怕他的 虽然他这四当家的 不是名正言顺 但是大家形成这么想法 他就是四当家的 有时候啊 在三位老方丈面前 说一不二 唯独有他 敢顶撞三个方丈 法都都了解 法都眼睛一亮 我何不跟他说一说 我何不跟他说一说 正在这时候 一空也看见法都了 他这从海南刚回来 他应该是法都吗 他应该是法都吗 怎么报条扫地 赶紧过来 是法都吗 呦 师叔 他把扫书放下 爬到了磕头 一空把他扶起来 你怎么在这扫地 四当家的 我就等您 别哭别哭 他怎么了 受什么委屈 法都看看身边没人 四当家的 师叔 能不能请到我屋里头 少做片刻 我有重要的事情 向您禀报 行了 就这么到了屋了 落座之后 法都就问 您上哪儿去了 我上海南去了 到海南大雷阴寺 去办点事 怎么刚回来 师叔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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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他们经过一五一十都说了 当然这套词 跟三位三家的说的是一样的 不过他着重地说 四当家的 回来我向三位丧帐 做了禀报 三位丧帐 他把我臭骂了一顿 好像无动于衷 我师叔 你想想 我们少林寺 这根头栽的太暴了 那么大的庙宇就白烧了 我们受伤那么多人 白受伤了 那些珍藏的宝物 全白给毁了 这也太窝囊了 要传扬到江湖上 值得内情的 说方丈宽宏大度 要不值得内情的 说那么大的少林 都惧怕水不凉山的贼寇 好说不好听 岂不名声草地 师叔 你说是这个理 气死我也 阿渡 你说的都是真的 师叔 我天哪 也不敢造谣啊 我怎么敢说瞎话呢 不信您问 好了 这事你跟我说就对了 我现在 找方丈去 我去理论理论 哎呀 师叔 那老方丈不能怪罪我 多罪多舍 怎么能呢 有什么说什么 你等着 说着 一空先回到自己的屋 换了套衣服 洗把脸 然后起身 来到禅堂 一看三位师兄 正在这闲谈呢 他赶紧过来店里 三个大和尚 欠了欠身 师弟 回来了 回来了 哎呀 一路辛苦 大概有三月 三月多 能有一百一十多天 快四个月了 一路上辛苦 师叔办得顺利 顺利 有什么难办的 就到那会儿 把欠款长清 该咱的给咱 把账结清过就回来了 好吧 廟上 廟上相安无事 你回来好好歇息 慢 我三位师兄 刚才我一进廟门 遇上法都了 我看法都抱个扫手 在那扫院子 我说这咱们会扯 哎 别提他 不孝之徒 他惹了大货 捅了大娄子 这么这么这么能回扯 庙宇回来 珍藏的东西回来 论理 经常用火把他烧死 看他多年 其无形不异 从轻处置 发他的苦意 我三位师兄 你们这么做合适吗 他人一听 哪点不合适 我看不合适 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惹谁了 他没事领人 跑到水不凉山去了 没有吧 是凉山的人 到咱少林社 那么 他把武松给扣起来 把张青扣起来 应该不 为什么扣他 不是还为了咱们少林社吗 不是我们的人广汇 叫他们包了人肉馅的包子 能扣他们的人吗 那么因为这个事 发生的纠葛 乃至大权 十天这小子火烧了少林子 把所有珍藏的宝物都给毁了 怪谁 怎么能怪得了法都呢 法都是维护咱们少林的尊严的 他做的一点挑剔都没有 恨之恨 恨之恨怪之怪 是水不凉山的财 应当恨宋江 卢俩俊一恨 十天 你怎么没能的去惹 人家先 责怪自己的人 我三位师兄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怎么能做出这种荒唐的决定 我说话你们别不爱听啊 你们是不是怕凉山了 怕宋江 怕十天 不见怎么这么干 撒大和尚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仇连瑞说话 老四 话不能这么说呀 我们是出家人 如果法都处理得当 怎么会能得这么个结果啊 单巴正拍不响 是从两来 莫怪一方 我们静坐应当长死几过 尤其咱们少林是出家人 佛法物边 普度 此行 怎么能惹事生非呢 罚他的苦意 有什么不对呢 根本就谈不上 怕宋江 或者怕张三礼宿 你这么说 有点过分 哈哈哈哈 大师兄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 我就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想管不想管吧 想不想就要粮衫包培损失 那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很清楚 你们要胆小怕事不敢管 我管 好不好 我不怕热闹 你们要说管 我听你们的 便素汤倒火 万死不辞 就这么回事 撒大和尚知道 这老四的脾气 说一般 一看能嗷嗷之喊 拿他还真没辙 路灯云点了点头 老四啊 其实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一拍即合 无奈咱们少林人外惹声 要说少林寺怕水不凉山 鬼都不信 至于怎么办 我们都没想过 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既然你想 走 那随着你还不行 哎 三师兄 这就对了 越怕越来事 我们少林寺的人 不欺负人 但是也绝不受人欺负 我三位师兄 咱就具体商量商量 怎么办 最后研究的决定 老四自爆分油 要到水不凉山去论理 撒大和尚劝了半天 说你只身敢被水不凉山 见着宋江和十千 说好了行 肯定得说翻 那怎么办 那些毛贼草寇 可值得我一划了 说翻了怎么办 说翻了我踏平水不凉山 我拆了他的忠义堂 那还不好办 如果到那份上 三位师兄 你们能看着不管吗 另外 无王无法乱胡行 还有朝廷 还有官军 他们是贼 实在不行 一指公文地上去 朝廷得发兵 他小小的凉山 弹丸之地 还架得住两路进攻吗 三位师兄 你们说是吗 翻人边头 好吧 老四 你好自贼之 就这样 他带了八个徒弟 九个人 离开松山少林总院 起身赶奔水不凉山 说来也巧 走在一个地方 叫五叉沟 他们正在打劲吃饭的时候 外子急冲冲 慌忙忙 走了一个和尚 一看谁啊 广恩 广恩也没想到 四当家就在这 你怎么这么巧 广恩过来 拜见过师叔之后 这一空就问 你这从哪来 折天山 你上那干嘛去 哎呀 话说起来太长了 我老师啊 让我上折天山 搬救兵去 围的是 给咱们少林人 打腰脾气 你到那去 见着商人为了 商人为死了 商人为死了 怎么死的 哎呀 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广恩一直在山上 所发生的经过 他都在场 所以他把经过 说的非常详实 最后他说了 现在山上 频繁更换大带路 现在金针道人 司马良 又坐上头发金交椅了 我觉得他们自顾不暇 哪能帮咱的忙 另外一个我也没想到 现在司马良跟水波梁山的人串通一起了 成了好朋友 我再在那待下去 一个是没味儿 另外一个还有生命的危险 干脆我撤吧 我就这么样离开这折天山 另外还跟你们说 铁掌踏山 由陆朗 让他们生平活拿了 看来陆朗是死定了 人家要爆火烧周杰带 刀伤四十七条人命的仇恨 是吗 陆朗现在在什么地方 就在平安寨啊 就在安良安国一趟家呢 这事有多长时间呢 哎呀 算今儿个两天了 两天了 狗乡的 要那么多 怎么办吧 你先回去送信 告诉我三位师兄姊子 我现在就赶本平安寨前去救人 只要他没死 我就能把人抢救出来 就这样 一空和尚带着八个弟子来到平安镇 直接找到安良安国一的门首 门上有人在这守着呢 你看来伙和尚自然不让他们进去 一问什么事 什么事 一空乐了 安良他家吗 对呀 陆朗是不是在这家的呢 对呀 你问这干嘛 干嘛活 要人来了 门上人一听 要人来了 那是对了面啊 说着说着说茶了 众人马上一闯 没想着一空和尚一转圈 把手一伸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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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靴 专统人的靴位 同上一个动不了 同上一个动成不了 没费吹灰之力 把门上的人全制服了 人家畅通无主 这才进了院 这呢 就是以往的经过 在和尚因为不是当家的 庙里的人称之四当家的 外他的人不知道 因此这么多高人 谁都不认识他 只有说书的了解这个比较 所以一空进了院子 众人就一愣 再说一空 甩脸一看 那是灵堂 灵堂对面有个庄子 庄子上捆着一人 再看 路狼 他认得贴帐他 他看凶 大和尚把脸蛋的一甩 那是 哪里脑佛 朗儿 不得赞尽 我来了 跟我回家 陆朗闭着眼睛都绝望了 就等着哀悼呢 突然听见 有个熟悉的声音 他把眼睁开了 扭头一看他可认得 哎哟 这不是我四师叔吗 我叔叔的好朋友啊 这他能力可大呀 想的是 燃起求生的欲望来了 师叔快来救我 我活不成了 好啊没事 说着他过来 伸手要解绳子 这帮人能答应吗 老霞周同周光祖 非神情跳过来 把胳膊一伸 嗨 大师父 你是什么人呢 请报上您来 你跟陆朗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救他 老头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江南十老 哦第六老 周同周光祖吧 上市 师父您是 少林寺的 四当家子 江湖人称 金筛罗汉 怪打磨 一空 一空 十年 周同 早就听说过 他的大名 子日见的 他不认得 名 早听说过 闹着半天 这就是赫赫有名 的怪打磨呀 这个人 五义才高强 看来今儿这事儿要砸 六老爷子想在这儿 笑脸相迎 哦 闹了半天是四当家的 死地并非讲话之所 请他屋里谈 不为 院里谈话疯了 周光祖 没谈之前 能不能把人先放了 这是我个晚辈 我就为他而来 能不能放人 当家子 这恐怕我万难从命 我为什么要放他 你知道他干了哪些事儿吗 哎 当然知道了 他不就是火烧 周杰寨 把你们家烧了 不就杀了几个人吗 知道叫他长命吗 啊 我大师父 你说话是极其无理啊 四十七个人啊 四十七条人命啊 那那就完了 烧毁了那么些家 损失惨重 难道就完了吗 大师父 你是出家人 道德高深 你说这话可有点极其无理啊 我不管有理没理 平生来就是为救人 答应你也得答应 不答应 也就答应 正在这时 十七是忍无可忍 要讲的刷嘴皮子 还得他 一开始呢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不变差话 现在的旁边一听 他明白了 十七换了小脑袋过来了 老爷子 白费 您歇下 对牛弹琴 他懂得什么呢 您白费 唾沫兴子 一路酒席 对外一路冰棚 他这人 得我答罪 周同意想是这么回事儿 我十张嘴 也说不过个十千 六老侠 往前一撤身 十千换了早乎脑袋 嗨嗨一笑 大和尚 你好啊 一空和尚 怪眼圆翻 上下打量十千 哼 如果我没猜错 你是不上早十千 对了 对了 真是慧眼 十真人 看 虽然咱俩俩没见过 你这一眼 就把我认出来了 因此是 金筛罗汉 怪大魔 一空和尚 我是少林寺的 一空和尚 怪大魔 金筛罗汉 对啊 没听说过 你是多气人这边 没听说过 那你扎乎什么 一空一听 特别别扭 你听过又如何 不听过又怎样 开个玩笑 其实啊 我料有耳闻 知道江湖上 让少林寺有个一空和尚 闹了半天 就是您啊 今天我开了眼 您这一来 这小小的平安镇 老安家 澎湃生辉 我也感觉到三生有幸 大师 此地讲话不变 屋里一坐 两两块块 喝点水 慢慢谈吧 不必 先放人 不放人 什么咱都不能谈 那么请问 你有什么理由 叫我们放人 我没有理由 他就是我的晚辈 我就叫你放人 啊 就这么简单 那我要不听 不听 谁不听 我要谁的命 是吗 您说的也太直白了吧 你有这本事吗 虽然你有点小名气 虽然你会点五八超 在别的地方 可能耍不出去了 在这恐怕行不通 大和尚 你看看我们都是什么人 那个你认定吗 行者无松无二郎啊 景阳岗打虎的英雄老汉 老虎都能打死 何况你啊 那位黑玄风李逵 那位花和尚卢之身 你要真把我们踢极了 你是有来无回 没关系 你 没关系 有来 刚才你 我